在消防分队长陪同下市议员郭美秀走进中山消防分队队员背勤室里面 坐上去十年没有更换的床垫坐下去凹陷 更别说睡觉时躺下去一定也是凹陷 基隆市消防局中山分队21名消防队员多年来就是在这种状况下 休息执勤待命 基隆市议员郭美秀认为再苦也不能苦到负责在第一线救火救灾 水里来火里去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打火弟兄 因此特地争取15万元左右经费协助钛换掉18张旧床垫 改换全新台湾制乳胶床垫以及枕头 另外也结合中山爱心协会出钱购买捐赠21条全新棉被 一次我听到这件事我真的很心痛 我没有第二句话就说明年我会帮你这句预算 那今年度我争取的这笔预算 就帮他们买了18组的那个乳胶床跟乳胶枕头 那另外我们爱心协会本身抛装运浴 然后也送了21件的棉被 然后让我们中山区分队有一个很舒适 让我们前线的英雄们能在一个很容易入眠 然后精神保持很饱满很有精神的状况下 那为我们民众服务 对于美秀姐的爱心和贴心 让中山消防分队队员们非常感动又感谢 非常感谢郭一元美秀的协助 让我们可以再从成立中山分队以来至今 第一次可以换床部这样子 那同仁对于有心的床部的话 相信在他们的睡眠品质下一定是会有帮助的 那同时呢我们的同仁在服务的 服务职的这个状况下也相对会更好的 那另外也谢谢中山爱心协会 捐赠给我们21组的棉被 那虽然现在是夏天 不过我相信这份温暖可以一直持续到冬天的 谢谢 郭美秀强调要让消防队员休息时 能够一觉好眠 才能够真正补充体力和精神 继续守护市民和大众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记者吴俊松 モーゴー 感谢观看